今天我们将用科学的角度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根据BBC英国广播公司最新报道 北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著名的马特洪峰滑雪天堂 3月29日遭遇罕见强风袭击 部分缆车在时速超过100公里的狂风中剧烈晃动画面骇人 多段网传视频显示 缆车在剧烈晃动时乘客被甩来甩去 有人腿部悬挂在外处境万分危险 马特洪峰滑雪天堂素有阿尔卑斯皇后之称 坐落于瑞士与意大利边境 海拔高达3883米是阿尔卑斯山最高的滑雪地形 这里地理位置优越 横跨两国规模宏大的度假村综合体 拥有总长225英里的滑雪道和52部缆车 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就在这个举世闻名的滑雪天堂 惊险一幕于当天发生 一部分滑雪者正乘缆车前往高海拔地区上站时 遭遇时速超过100公里 呼啸怒吼的强风突袭 视频中可见数部缆车甚至翻转了270度 有车厢几乎垂直悬挂塞满滑雪者的缆车在疯狂摇晃 就像玩具般被狂风吹来吹去 更害人的是 一名目击者拍下惊魂一幕并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当时至少有5名游客被困在半空中的摇晃缆车里 情况危急是把缆车椅子被损坏 一名滑雪者被甩到外面 后被空运送医院 他补充称 有人看到伤者与滑雪巡逻队一同行走时 似乎情况较稳定 这起恐怖事故 发生在连接意大利和瑞士滑雪胜地的 Kritas缆车线路上 Kritas是大型跨国滑雪度假村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滑雪者可乘坐他从意大利一侧出发 再转乘缆车和滑雪道前往瑞士彩尔玛特 反之亦然 然而当天这条连通两国的缆车线路上 却发生了人生最可怕的经历 尽管事态危急 但根据度假村运营商Svinosted的说法 最终所有被困游客都平安抵达目的地 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 骇人场景已令滑雪爱好者心有余悸 为确保安全起见 在恶劣天气影响前 度假区当局就及时做好了 关闭各设施的准备被困在半空中的那些滑雪者 是当天最后一批前往上站的游客 谢谢您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每天更新 引发这起罕见恐怖事件的 是来自北大西洋的风暴尼尔森所致 近期 该风暴系统正给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 带来一波又一波的不利天气 根据气象资料 布勒切尔维尼亚地区当天上午原本风力只有12英里小时 但受尼尔森影响 中午时分 陡然迎来时速高达62英里的狂风袭击 折射出自然灾害的无情猛攻 事实上 近年来 意大利多个地区都遭遇了极端天气的侵袭 首都罗马三月下旬 便曾暴雨倾盆 强风暴袭击影响了城市多个地区 据意大利官方气象部门预测 从三月下旬到复活节假期 整个意大利几乎都将遭遇不利天气 局部地区有雷震雨和大风的风险 针对近期极端天气 意大利民防部门已及时发出警报 提醒公众预防雨雪和强风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气象专家分析 今年春季北半球中尾都地区天气系统活跃 低气压系统更易生成并影响欧洲地中海地区 未来一段时间 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等地的天气 仍有可能持续动荡不安 马特洪峰这场罕见强风肆虐缅缆车的惊险一幕 敲响了极端天气防范的警钟 尽管如此 滑雪圣地仍对外开放 不过 工作人员务必加强对缆车线路和道路的巡视 提高警惕并做好应对恶劣天气的准备 确保后续游客安全 同时 滑雪爱好者们也应当时刻警惕 安全高于一切 总的来说 马特洪峰缆车遭袭事件折射出一个残酷现实 那就是全球气候变化正加速带来极端环境挑战 为了让游客们尽兴而归 度假区经营者必须进一步加强天气监测和应急机制建设 以备万一 这起骇人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滑雪场地理环境及其带来的风险隐患的关注和深思 缆车是滑雪场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工具 负责将滑雪者安全高效地运送到山顶滑雪道或从山上运送回基地 可以说是滑雪运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设施 然而 作为户外运营的大型机电设备 滑雪缆车在复杂的山区环境中运行 自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意外隐患 一旦出现故障或发生事故 其破坏性和危险性都是巨大的 首先 缆车意外中最常见 也是造成后果最为严重的情况 莫过于断线和掉线事故的发生 缆车运行时 要承载巨大的载重张力 一旦钢缆断裂或钢缆从轮槽中脱离 悬挂在高空的缆车舱室便会发生垂直坠落 急易导致乘客伤亡 更糟糕的情况是 一旦发生多处断线或全线断裂 必将造成大面积的缆车舱室同时垂直坠落 产生无法估量的惨剧 即便是单个缆车舱室的掉线和坠落 也会对滑雪者的生命安全 构成毁灭性打击不容小觑 其次 与断线掉线导致的垂直坠落不同 缆车在运行中也可能会出现脱轨或倾斜等失控情况 这种情况下 缆车舱室可能会与钢缆产生剧烈摩擦或磕碰 轨道设施也可能遭到损毁 不仅给乘客带来巨大的生命危险 还可能使缆车舱室发生断裂和坠落 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害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在恶劣天气如大雪 强风等条件下发生脱轨倾斜情况 后果将更加严重和可怕 此外 缆车在运行过程中 还常常会遭遇卡车故障 而这类情况如果不及时排除 也可能引发更大的安全隐患 如缆车在陡峭的高空线路上 突然故障卡车 一旦未能及时修复 将会给乘客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 更糟糕的是 如果发生多台缆车 同时卡车 不仅会大大延误救援 而且可能会引发恐慌 造成更多次生伤亡 除了上述故障和意外之外 火灾 意外撞击等情况 也会给缆车运营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一旦在缆车绽防 动力室等重要设施内发生火灾 不仅可能会导致缆车瘫痪停运 而且还会威胁到 现场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 如果在运行中 发生与鸟类或其他障碍物的碰撞 也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近些年来 极端天气的频发 更是给缆车运行 蒙上了一层阴影 暴风 冰雹 雷击以及雪崩等自然灾害 都可能会对缆车设备 构成直接的毁坏性打击 一旦发生重大缆车事故 除了直接的人员伤亡外 破坏性后果 还可能会波及更大范围 比如缆车一线瘫痪 必将导致大量滑雪者 滞留在景区无法撤离 给紧急救援和后勤保障 带来极大压力 重大伤亡事故一旦曝光 必将严重影响 当地滑雪场的运营和生育 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如果事故调查发现 是由于设备失修 或管理疏漏引发的 运营方甚至可能会面临 高额索赔和刑事责任追究 事实上 全球多数知名滑雪场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地处山区 海拔较高 而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环境 注定了他们更容易遭受 强风震风等极端天气的袭击 从地形地貌上看 滑雪场所处的山区地带 往往地形复杂 地势陡峭 大山小丘 山岭 山岭 悬崖峡谷等地貌遍布 为风场的形成 创造了天然条件 风是空气流动的表现 当空气流经复杂地形时 会产生压力和温度的变化 从而发生收缩 扩散 上升 下沉等运动 导致局部风速的增大或减小 尤其是在山岭和峡谷中 气流被迫压缩 加速往往就会形成罕见的大风或狂风 此外 山区还常常存在逆温现象 即低空气温高与高空 这种状况会增大空气的不稳定性 加剧空气对流运动 从而引发局地强风或震风 可以说 复杂多变的山区地形地貌 为风场的形成提供了温床 除地形复杂外 滑雪圣地所处的高海拔位置 也是导致狂风袭击的重要原因 一般认为 随着高度的增加 大气密度变小 阻力变小 风速会相应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 在低层大气中存在一个极大风速层 这是一个垂直高度的范围 其上下分界面由不同的温度和湿度条件决定 通常位于海拔1000米左右处 在这个高度范围内 风速达到了整层大气中的最大值 对于那些海拔高度落在这个范围的滑雪场而言 风力自然就会被进一步增大 以马特洪峰滑雪天堂位力 其最高海拔达3883米 位于极大风速层之上 所以才会遭遇时速超过100公里的狂风 山谷效应也是导致滑雪场遭受大风袭击的帮凶 这是指荡风从一个较宽阔的区域 吹向一条狭窄的山谷时 气流会被迫压缩 加速从而引起风速的陡增 位于山谷中的滑雪场 往往正处于这种风场之中 比如从山谷两侧吹来的风 再汇合出玉阻导致压强升高 使得气流只能呈射流状 从较窄处加速流过 从而形成一股罕见的大风或狂风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太阳能的日变化 山谷中的风场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在白天 山谷风一般由低海拔向高海拔吹 而在夜间由高海拔向低海拔吹 这些都使得滑雪场所在区域的大风 发生时间和强度更加难以把控 在山区行驶途中 我们也不难发现 车辆通过一个急弯或山路陡坡时 往往会承受一股离心力令人感到不适 而滑雪场所处的山地环境 正是形成这种离心效应的温床 众所周知 空气的运动也必然受到离心力的影响 当气流绕行山体转弯或从陡坡吹下时 离心力会加剧气流的扩散和收缩 导致风场的分布发生扭曲变形 从而引发局部的大风或狂风现象 特别是在一些突出的山体或夹角处 离心力效应就更加明显 虽然极端天气如狂风 在冬季滑雪旺季更容易发生 但实际上 夏季的滑雪场同样饱受 季风效应带来的风患困扰 季风是热带和温带地区盛行的 大规模年回圈风 由于其来去的周期性和较强的风力 往往会对山区滑雪场产生重大影响 比如对于阿尔卑斯山区 每年夏季来自地中海方向的西南季风 就会给当地带来狂风大作的风险 此外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 极端天气事件正在增多 未来 滑雪胜地可能将更频繁地遭遇狂风 暴雨等灾害性天气 给运营和滑雪爱好者带来巨大挑战 滑雪场作为高海拔的户外运动场所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 不仅极易遭受强风的袭击 同时还面临着诸如暴雪 暴雨 雷电 冰雹等多种突发极端天气事件的威胁 这些气象灾害 往往会给滑雪场的运营和游客的人身安全 带来巨大的破坏和威胁 首先 高山滑雪场最常见的天气威胁 莫过于暴雪 虽然适量的降雪 是滑雪场得以开放运营的前提条件 但过量降雪和大雪导致的暴雪天气 却可能给设施设备和人员 带来极为严重的风险 比如 大雪堆积 可能会压它缆车站房 滑雪中心 以及景区的其他建筑物 暴雪造成的低温 加上能见度极差 会给户外作业的工作人员带来严重的身体伤害威胁 更糟糕的是 暴雪发生时 可能会将一些滑雪者活埋在雪中 导致死亡的悲剧 此外 暴雪还可能阻断山区道路 使游客们滞留在景区无法撤离 给后勤补给带来极大困难 其次 高山地区 一级发生暴雨袭击 虽然滑雪场通常位于寒冷多雪的山区 但由于其海拔较高 环境湿度和温差悬殊 加之上空气流的不稳定 一旦遇上低压暖湿气流的影响 便可能引发瞬间的暴雨天气 强降雨 不仅使游客的滑雪体验大打折扣 更会导致山体滑坡 对运动场地造成破坏 甚至威胁到人员安全 一些狭窄山谷地带暴雨过后 更可能引发山洪爆发 对该区域的灾难影响不可小觑 雷电袭击同样是高山滑雪场 面临的一大隐患 虽然天气学家们对雷电预警技术日益成熟 但这种危险的大气放电现象 具有很降的突发性和破坏力 一旦电击到滑雪缆车或工作人员 都可能导致人身伤亡 更糟糕的是 强电流雷击 有时还会引发山火 使得滑雪场的林地和建筑物遭到烧毁 给景区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此外 在高原地区 冰雹天气对滑雪场的威胁 同样不容忽视 冰雹是一种直径在5毫米以上的坚硬冰球 形成于对流层中的冰雹云内 当游客在户外滑雪时 如果突然遭受冰雹的袭击 头部和身体极易受到重创 冰雹杂击玻璃和金属设施设备也会造成破坏 更恶劣的是直径超过5厘米的大冰雹炮弹袭击 能给人体和建筑物带来致命危害 除了上述突发极端天气 高原山区也常常发生大风 农雹等恶劣天气 大风可能会损坏设施 影响缆车运行 农雹更是导致能见度极低 不利于滑雪和户外活动的开展 值得关注的是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 山区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都在不断增加 未来滑雪场面临的气象灾害威胁 或将更加严峻 然而 雪崩无疑是滑雪运动面临的最可怕 最具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之一 一旦发生 它往往会在瞬间吞噬一切 给滑雪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雪崩发生时 巨大的雪块 冰块以及夹杂的树枝 岩石等杂物汹涌而下 其强大的冲击力和压迫力 可将一切阻挡物尽数拍平 掩埋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因此 无论是滑雪场运营方 还是滑雪爱好者 都必须对这种可怕的自然灾害 保持高度警惕 时刻做好防范和应对准备 从滑雪场的角度来看 一旦发生雪崩灾难 最直接的危害 莫过于滑雪道和相关设施设备的全面损毁 当大量雪块气流倾泻而下时 整个滑雪场都将成为重灾区 无以幸免 雪崩不仅会将滑雪道全部掩埋 而且很可能导致缆车站房 滑雪中心 餐厅等一系列建筑物 在猛烈的撞击下严重破损 甚至被彻底冲垮 更糟糕的是 遭受毁坏的还包括了供电、供水、通讯等重要配套设施 这无疑将使得滑雪场陷入瘫痪状态 也给抢险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对于滑雪爱好者而言 雪崩灾难造成的直接威胁就是人身安全问题 强大的冲击力和压迫力 常常会导致滑雪者在雪崩中受挤压、缺氧、皮肤和四肢受伤 甚至失去生命 根据统计资料 每年全球约有150人死于雪崩事故 此外 被埋在雪崩中的人还面临着失温、脱水等导致的低温症和其他健康危险 更可怕的是 一旦被埋在雪崩中无法及时被发现 等待救援的时间拖得越长 存活的希望就越渺茫 除了直接威胁生命安全外 雪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次生灾害 比如雪崩过后常会阻断山区道路 切断滑雪区与外界的交通 使得被困人员无法撤离 也使救援力量难以展开 雪崩还可能引发火灾 将滑雪中心等建筑物吞没其中 更严重的情况下 龙卷雪崩还可能导致有毒气体泄漏 可以说 雪崩灾难的连锁反应是无情且可怕的 那么面对雪崩威胁 人们该如何防范和自救 首先滑雪场管理方必须加强气象监测和预警系统建设 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 为了尽可能避免雪崩发生 运营方需要及时关闭存在较大风险的滑雪道和设施 并确保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 一旦发生雪崩 他们需迅速启动预警系统 组织抢险救援工作 并请求外援支援 值得注意的是 救援队还需格外小心附加雪崩发生的风险 作为普通滑雪爱好者 首先要时刻关注天气预报 远离存在雪崩隐患的区域 一旦被困于雪崩之中 身穿专业防护装备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避免被压伤 如果条件允许 要尽快打开口鼻透气孔 避免窒息 同时要设法让手臂和身体能够活动 争取构筑出一个小型空间 以获取充足的空气 防止被埋压导致体温过快下降 另外 应尽可能使用手机或其他通讯设备 发出求救信号 以其尽快被搜救队发现 这些自救措施都有望提高存活几率 总的来说 滑雪场的独特地理环境 使其容易遭受暴雪 暴雨 雷击 冰雹等多种气象灾害袭击 这些都可能给运营和游客 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比如设施设备损毁 滑雪者人身伤亡 山体滑坡和山火等灾难性后果 面对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威胁 滑雪场运营方和游客 都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和避险措施 只有这样 才能尽可能消除意外发生的风险 真正打造出安全 惬意的冰雪天堂 谢谢你按赞 留言 订阅 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每天更新世界各地最新新闻 持续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